在重慶市中心小石製地鐵帳盤的花台幣一千多塊含兩顆早餐的酒店長什麼樣子給各位看 它正好是在地鐵口的一個出入口旁邊 今天晚上住的酒店就是這一間 那這邊一個辦公桌 兩張床 這邊一個辦公桌 好處就是對外的視野很寬敲 把它關起來不知道是不是親密窗 這個早上應該是 視野還可以 你現在要洗一間還是要洗? 看這個好像房型不太小 沒關係啊 可以啊 這是衛魚 可以啦 很小耶 很小一間耶 沒關係啊 看它要兩張 要兩個枕頭 問題就解決了 OK 隔天早上到餐廳去吃早餐 他們的這家餐廳的擺設還OK 而且麵條是現煮的 還蠻可口的 有些餐點也都不錯 因為住宿的酒店正好是在鬧區 那测量進進出出的話 在這邊動不動就可以聽到喇叭聲 整體來講一千多塊的新台壁左右 這樣的住宿還OK啦 只是它因為在市中心 所以說外面的車流的聲音是蠻大的 只要你能忍受 這間酒店 絕對是在交通上可以選擇的 好了 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我是阿周 我們下次影片見